我們看看禁風 禁風就應該明天公佈業績 這個朋友說145元有貨的 可不可以購買呢 我想就是高位拿著很多 我們不主張購買 你問我供風可不可以買 或者在這段時間的市貨 我覺得市貨好一點 我也覺得供風是有投資價值的 甚至現在說20倍PE都沒有 它首季說業績那麼厲害 但問題現在就是整個電動車板塊 造車生勢力那些跌得很厲害 洗股值得很厲害 所以短線來說現在就是穿位 穿位你走去搏 當然在基本因素上面 我覺得供風跟之前的小米比較上來 強很多 但是基本因素強的 我們只要把圖拉遠一點 就是大約2020年開始以來 供風升多少 你又覺得 其實已經反映了很多利好因素出來 這個道理就類似是這樣 當你看得很近的時候 很划算買 跌了那麼多 但其實拉高的時候 你純粹高了也沒有自洩 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在上面已經有一手貨 你就更加沒有條件 每次破壞那段時間去追 除非就是說 你這些位置可以扣完貨 再落到六七十元 又可以再扣貨 你可以不斷地用本多中性的方法 就是撞壞股份 那供風在基本面上 就真的有可能 但問題就是要很大心臟 而且你要很理解公司在做甚麼 要隨時認輸的 但是不知道多少 現在暫時看供風真的還可以 所以我覺得 你一百四十元 只能搜賣它算了 就無謂這樣加注了 因為我怕就是 不知道在發生甚麼事 而其實這個月 你想想像Tesla也說 自己都搞 自己去投資鋰礦等等 可能現在有些鋰電池價格 有機會回落 導致到股值 再落一點 沒問題 所以短線的尷尬就是這樣 所以暫時要上去不容易 甚至股價是 典型地走進一個 低於浪的格局 讓它冷靜一點 因為你始終上面有貨 你已經沒有做好風險館 我們最怕就是 你買完之後 也是不做風險館 很無謂 所以你有甚麼條件可以拼搏 就是你之後再插進去 四十多元 你還可以扣貨的時候 你才會想 這個很離地 我覺得一般情況下 就最多搜賣它算了 甚至這些位置 穿位、止限蝕 再找位置買回來 都未防是一個選擇 如果你真的要給它一個止蝕位 你會放在哪裡 很難定 如果你這幾分 你一定止蝕位 就會出現狀況 止限蝕後當然會打 所以如果你真的 對公司有信心 你又不是撿著大鑄的話 你做到分散投資的 老實說 共鋒又不是一個質素很差很差 基本因素很大問題的股份 但問題是 只不過在別人散水的時候 才是買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應該要定的 這幾次的位置已經失去了 就用時間撐贏 可能三、五、七年計 是爛捱的了 但我想暫時來說 質素都OK 可以再看一、兩天 是